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意解散他的私人慈善組織特朗普基金會 而在之前紐約州司法部長提起訴訟 指責特朗普不當使用該國基金會 令他在2016年總統競選意外商業投資收益 紐約州司法部長安德·伍德在星期二發表的聲明中表示 他們的申訴詳細列舉了有關特朗普基金會令人震驚的違法模式 包括與特朗普總統競選頒底非法協調 一再而且蓄意進行自我交易 還有種種更多行為 安德·伍德還說 這個意味著特朗普基金會的運作幾乎就是一個支票簿 用來為特朗普先生的商業以及政治利益服務